幕府将军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胡勇的原形是德川加康 德川是真的城府很深的一个人 堪比司马懿那样的隐忍 也就是历史上有了这样的人物 才让我们后人知道 人要活着一定要学会乌龟那样把头缩进去 等到食物到口里的时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快速拿下 所以胡勇就是这只老乌龟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胡勇的计划被他的傻儿子给延误了 因为胡勇儿子刺杀小叔叔的时候 被反杀了 所以胡勇不得不先安葬儿子 就这样胡勇带着大部队开始撤退到江湖 准备先安葬好儿子之后再和弟弟去大阪 我们要知道江湖就是后来的东京 胡勇真正的强大的军队 其实还是在江湖的 胡勇的悲伤是可想而知的 而在马队里八重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就是准备把胡勇儿子刺杀的事件 写到自己的日志里 他认为这样可以警示后人 后面还有约翰和橘子 橘子对约翰说 胡勇弟弟的军队会扎营在江湖的外围 等待此事结束就带胡勇去大阪 日本的葬礼是七七四十九天 其实这个和我们的很像 也是因为这个意外 所以那些想着要看到大战的人 可能要失望了 约翰了解大概的情况后 赶到胡勇的面前 想要安慰他一下 但是胡勇此时的伤痛是没有人能理解的 而眼前就是江湖了 那些雄伟的建筑屹立在一片绿色之中 那时候的天气是真的好啊 你再看看现在的东京已经乌烟瘴气了 这个时候橘子把那两本册子还给约翰 并对约翰说 如果胡勇去大阪了 他就可以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然后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了 一听到自己终于可以自由了 此时的约翰并没有很多的兴奋 而是询问橘子的结局会怎么样 橘子一说到自己 脸上的表情一下就暗淡 因为他深深知道胡勇去大阪之后 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约翰也劝橘子 千万不要和胡勇一起去大阪 那样最起码还可以活着 但是橘子的人生早就不属于自己了 他们是没有选择权的 约翰会离开日本吗 面对眼前的爱人 约翰也在酝酿着自己的计划 就是拯救爱人的计划 画面回到大阪 当他们知道胡勇投降了 再加上他儿子的去世 让他们都很高兴 但是叶子夫人可不是那样看的 因为胡勇现在有49天的扶桑 而在这期间 任何可能都会发生 所以在叶子看来 没有把胡勇彻底杀了 心里的石头永远也不会掉下来的 石堂领主也表达了自己的忠心 他会继续加强联盟 也会对叶子绝对的服从的 不要说石堂会对叶子痴迷的 就是在很多人的眼中 叶子夫人也是风云犹存的 绝对不输举子夫人 画面回到江湖 八重等人还在取笑胡勇儿子死的 太不值得的时候 八重者脸色一直很难看 他似乎有着很多的心事 他说虽然胡勇儿子很鲁莽 但是他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这个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只有老管家在担心胡勇 会把领主的位子传给谁 即使在头七的活动里 胡勇也没有参加 八重听说胡勇在回江湖的路上 已经生病了 所以才没有参加活动的 也是因为胡勇一直没有现身 所以八重开始捕获老管家 八重认为胡勇儿子虽然鲁莽 但是他的路是对的 就是绝对不能去大阪送死 老管家这个时候透露出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那个大炮队 已经被石堂领主盯上了 必须要先送到大阪 看来八重想要成为大炮队主人的愿望 再次要失望了 当棺木在火中燃烧的时候 所有人的心理都是复杂的 而站在城墙上的胡勇 也在看着那里青烟慢慢升起 在此刻没有人知道胡勇在想什么 举子非常的聪明 既然见不到胡勇 就去找胡勇的妻妾 借着看儿子的机会打听胡勇 而这些妻妾也是没有见过胡勇 只是听说生病了 胡勇的儿子并不是只有一个 他们妻妾成群 所以子嗣也不少 画面回到约翰这边 他还在街上相遇购买一些东西 但是日语不好的他 还在笔划着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了 是马丁翻译 他替约翰翻译了他需要的东西 但是约翰根本不喜欢他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 约翰拒绝了马丁的帮助 但是马丁却善意地提醒约翰 这个地方并不能外国人居住的 很显然此刻的马丁并不知道 约翰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约翰了 他现在可是真正的武士 有自己的封地 约翰还说自己会找到自己的船员 然后离开这个国家 马丁忽然对约翰说 你如果见到你的船员 你会穿这身衣服吗 约翰看看自己现在的装束 然后对马丁说 会的 然后就笑着离开了 马丁知道胡勇回来了 就着急想要见到胡勇 马丁找到橘子打听 橘子也说一回到江户 就没有见到胡勇领主了 所以这一次见到胡勇 让所有的人都意外了 因为胡勇此时 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将军了 更像是个病痒痒的小老头 这次马丁求见胡勇 是因为他们原本商议的 利用黑船攻打大阪的计划要搁浅了 所以马丁这次是来告诉胡勇 他们将不再参与他们之间的战斗 这个也在胡勇的预料之中 所以他并没有生气 而是安排橘子做马丁的翻译 并当下立马解除他们同盟的约定 并不再获得他们的信任 一听到胡勇这样说 马丁着急了 他说这些并不是教会安排他来说这些的 而是他自己单独要求见面的 这些都是他偷偷知道的信息 害怕胡勇将军被他们欺骗 所以才过来告知真相的 马丁继续说 即使现在江湖的人都对胡勇失去希望 但是他都不会对胡勇失去希望 马丁开始给出自己的办法 那就是胡勇可以和叶子夫人结盟 这样食堂领主就可以被架空 胡勇就询问老管家 他也表达了马丁的计划是可以实行的 因为他们的敌人并不是大坂 也不是皇子 更加不是另外的领主 他们的敌人是食堂领主 所以只要能和叶子夫人结盟 那就可以打败食堂领主 胡勇又开始询问橘子 毕竟橘子和叶子曾经是一起长大的 所以胡勇想知道 叶子真有可能会和他们结盟吗 很显然胡勇对结盟叶子夫人的事 是担忧 此刻所有的人都听出胡勇早就不是那个胡勇了 他已经泄气了 好像已经认命了 面对儿子的离世 让胡勇的心产生了变化 所以他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明天召开一个会议 让所有的将领穿上铠甲 然后签字画鸭 许下承诺 绝对不会再有反抗的事情发生 并甘愿和自己去大坂 在这一刻 橘子和老管家在此刻都知道 大事已去了 胡勇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害怕再有一个什么人出来 做出可怕的流血事件 就在胡勇要离开的时候 忽然对马丁说 因为他遵守了他们的约定 所以他会在江湖给他们一块地 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 这句话非常的有深意 也只有老管家听出这里面的意思 所以他走出来的时候 立马对八重等人说 我们的领主会战斗的 八重非常的疑问 老管家说 因为胡勇专门让马丁 传达他们投降的意愿 这个是一个失败者 绝对不会这样做 除非他有着另外的技巧 橘子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 会见胡勇之后 橘子来到自己的家里 这里有着柳绿花红的汉子 橘子也看着梅花慢慢盛开 这个时候 胡勇专也走了进来 这是他们约好的喝茶时间 只见胡勇专非常娴熟地将茶倒入杯中 然后摇一勺开水 再用竹签均匀 橘子非常礼节地端起来 转三圈喝下茶水 然后赞赏了胡勇专的茶艺 这些举动非常的安静 也正是这份安静 也说明正在酝酿着可怕的事情 终于胡勇专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要橘子今天晚上和自己一起奔赴黄泉 橘子非常冷静地说 今ようやく そなたに許しを与えようと思ったのじゃ 殿の幸福と そなたの仇への抗議を込めて 共に死を迎えようではないか この後に及んでも お分かりにならないのですね お前様が私に許さなかったのは 死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お前様には手を届かない 生き方にございません 私はお前様と通うに死するくらいなら 千年生かされた方がマシでございません 当听到橘子拒绝和他一起自杀的时候 胡田整个人都不好 橘子请安后就离开了茶室 留下了满脸泪痕的胡田 这个被婚姻毁灭一切的男人 也被女人毁灭一切的男人 他終究还是输给了一个女人 終身活在悲痛之中